在陳盛祥腰傷復發 確診的情況下 台穎少了老大哥的保護傘 領軍初級的重責大任 張博勝一肩扛下 對戰御龍轟下個人 本季新高26分 喇叭激動的原因 不只是台穎擺脫三連敗糾纏 衝回龍頭 而是有更多想證明的事 這幾年來說 我們可能就是大家 眼中的爛隊 或說墊底球隊 那在今年可以有 不同以往的表現 我覺得心中是滿多一些 這些激動的言語想要去表達 那畢竟現在才過一半 那其實說太多打話 也還不到那個時候 那我希望可以 就是撐完整個球技 然後再去好好說 重新的就是證明了台穎 其實並不是大家口中的爛隊 在以前來講 大家都認為他只是會單打獨鬥 甚至來講很難融入 一個團隊的一個打法 前一場對富邦輸了三十分 大家那種單打獨鬥的情況 又出來了 他自己是領頭羊 他要很清楚知道他的角色 他的本分 所以他在一隊育容的時候 他也不斷的反覆去看了一些錄影帶 他很顯然的做好這個角色 台穎打滾了十二年 張博勝對韋成明教練來說 是再熟悉不過的老戰友 但有韋哥的溝通橋樑之外 學弟口中的喇哥 也像是班長般的存在 叮嚀著大家 喇哥可能年紀比較近 所以會比較知道我們在想什麼 一有狀況 譬如說今天練球可能大家有點散漫 也不是散漫可能有點不專心 那練完球就全部集合起來 講話 比賽要快開始了 我們在比賽 然後就開始稍微迅化一下 韋哥他也賦予我今年這一季 就是當隊長的角色 我覺得就是要去做出改變 希望自己可以在球場上 就繼續有好的表現去回饋教練 然後也希望可以帶領到 年輕球員去成長 經歷過長久墊底的無力感 三十歲的張博勝正逐漸成熟 不是自怨自憶或是單打獨鬥 而是希望帶起小將的求勝意志 再次刮起紅色旋風 外體新聞採訪報導